嗨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魅力叔叔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马桶人vs监控人的上司宇宙的影片 最近这个系列真的越来越火爆了 魅力叔叔之前制作了第一集和第二集的解析 现在已经出到了第五集了 我的天太快了 而且第五集的时长达到了两分钟 不过本来是应该从第三集开始再做的 但是作者在第一集和第二集之间 可能加了一些新的小彩蛋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还是需要重新的来看一下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在这次开始之前 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影片 开始了 一个支撑飞机 直接的摔滚了 然后看见监控人和马桶人都在拼命的逃跑 转头过去 看见了一个杰斯马桶在被监控人给干 然后终于看见丧尸马桶人了 他把地上的一个监控人给感染了 哇 酷 然后直接扑过来 没有扑到我们的主持角监控人 这个主持角监控人 有小伙伴说他是无双亂神 也有小伙伴说他可能是其他的角色 但是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身份的 你们看专门的运输机来接送他 然后在他离开的时候就看见了这个是马桶博士 丧尸马桶博士 接着他还拿出了平板 显示的这个丧尸病毒已经感染了全球 接着他就被那个运输机给运送到了某个地方来完成目标了 然后我们看见了一个人具丧尸马桶人非常可怕 你看他直接就把监控人给吃掉 超级可怕 他准备把主持角监控人 就是无双战神 可能是无双战神 接着音响和出现了 音响和就把主持角监控人给一把的拽了出来 但是他 他自己就被丧尸给咬了 给吃掉 还不是被咬了 给吃掉 你看被卡住了 丢了一颗核弹下来了 然后无双战神身上居然还有这个防罩 居然可以抵抗这么强大威力的核弹 刚才也看到了一个神秘角色 好第三 第三集 第三集我之前没有解析过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什么文化 这边是牢房还是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主持角监控人 是不是无双战神 啊 哦 哦 你们看 他们变成上司之后就变成同一阵营的 啊 这应该不是无双战神了 这应该是另外一只小舵 嗯 天呐 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马桶人居然跟监控人合作了 哇 上司是不死的 哦 厕所里面是安全的吗 等一下 这个厕所破了一个大洞 这谁 我的天哪 这也太可怕了 这是音响歌吗 这是音响歌吗 那是更新的彩蛋还是怎么样 哦 标志性的宗旨 那可能还是五双战神 因为假如刚才出现的是音响歌的话 诶 诶 这个地图到底是什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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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這樣涼了嗎 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這是馬桶園的實驗基地 他們為什麼會合作呢 X18 X18居然是一把武器 他之前標記的就是X18 這邊是怎麼回事他還要看什麼信息 好年輕的馬桶博士呀 不是吧 什麼情況 嚇我一跳 一個大U盤 印象中沒死呢 這把X18 看起來威力也不是很強大的樣子 UFO的人 糟了天空都變成曲紅色的 這是誰啊 這是 這是小天使 我的天啊 我要福氣了 連鑽頭人都出現了 這具體發展也太離譜 哎呦 UFO馬桶園被幹掉了嗎 剛才是 Oh my god 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我們的第一集內容裡面實際上根本沒有增加什麼新的彩蛋內容 除了在第三集的結尾位置增加了一個音響歌變聲的一個場景 而且他還跟第四集沒有聯繫上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重新解析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內容了 當然之前也沒有出現什麼大的錯誤 所以我們直接從第三集開始解析 第三集的開局就是無雙戰神 我們就把它當作無雙戰神吧 這樣描述的簡單一些 他集合了一些監控人組成小隊 那是進入到了馬桶人的監獄裡面 但是這個位置現在已經被破壞了 所以監控人和馬桶人就變成了喪屍 而且混雜在一起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喪屍監控人和喪屍馬桶人是能夠友好共存的 對付這些普通的小型喪屍的無雙戰神 而他的小人們還是非常輕鬆的就把他們拿捏了 但是意外還是發生了 一個喪屍就抓住了無雙戰神 再就在這裡出現了一個驚喜 一個馬桶人出現了就拯救了無雙戰神 因為這個馬桶人非常熟悉地形的原因 就有代替他躲進了一個廁所裡面 並且把鐵盅給關上了 這證明房間裡面還是可以用來阻擋一下喪屍的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我又發現了這個廁所裡面有一個大洞 這叫救命 後續肯定還是要繼續逃跑 這裡還有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這個喪屍監控人 還有這個喪屍馬桶人 居然在搞地之後一段時間就完全符合 完全符合了 所以說可能是需要找到 針對他們的弱量完全的消滅他們才能夠交出這個問題 我認為是直接摧毀他們的身體 才能夠徹底的反調他們 這第三節的內容就比較是更新的彩蛋 就是在結尾部分增加了喪屍音響歌的出場 可是這個跟第四集的結尾就沒有連上 也許在出第二季的時候會進行更改 所以在第四集開始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看到喪屍音響歌 而是延續第三集的結尾 監獄裡的喪屍監控人和馬桶人就發現了在廁所裡面的無雙戰神小隊 接著他們就只能繼續逃跑 而且是跳下了一個坑洞之後 就是跳到了下一層之後 才看到了音響歌喪屍化的完整過程 喪屍音響歌的變化超級的大 和其他角色喪屍化之後的營養 他已經變大了之後 還增加了一些裝備 還增加了一些武器 所以之前監控人的攻擊還能夠對火龍喪屍造成傷害 但是現在打喪屍音響歌卻沒有作用 所以無雙戰神小隊就只能一路逃跑 好在他們有一個馬桶人作為他們的巷島 他畢竟這是馬桶人的基地吧 沒有在這個位置迷路 但是這裡還有一個小細節 有一些殘存的沒有喪屍化的馬桶人 他們就躲在房間裡面明哲保身 最後我們就看見了喪屍音響歌的特殊能力 他的聲波攻擊居然可以摧毀大門 不過馬桶人在這接空了 就待他們又逃掉了 這個事在最後的關頭 無雙戰神小隊被其他的喪屍馬桶發現了 然後堵住了前路 結果呢這個喪屍音響歌又從後面追了上來 就又把他們堵住了 那麼現在第四季結尾的話 他們就是真正的陷入了絕境 接下來的第五季就是開始瘋狂了 他也就是王咋這邊 喪屍宇宙居然一直就是有主線任務的妹 叔叔一開始還以為在第二季裡面 任務已經完成了嘛 沒有想到在這裡才完成閉環 無雙戰神在支援部隊的協助下 暫時清除了喪屍音響歌 在馬桶人的幫助下進入到了 馬桶博士的實驗室裡面 終於得知了喪屍病毒的起源 竟然是馬桶博士製造出來的 而且解釋了很多粉絲疑惑的 監控人明明就是機器人 是怎麼感染喪屍病毒的 這樣一個驚天的謎條 原來喪屍病毒是一段代碼程序 這個已經是過去式了 木桶博士為他的失敗付出的代價 但是他在第二季裡面似乎仍然保持著意識 所以這個喪屍病毒的項目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呢 我們現在還是無法下結論的 無雙戰神的任務目標竟然就是 跟之前第二季裡面提示的那一樣 就是一把代號X18的槍 幸好我們沒有過度的解讀 這還是一把威力不怎麼樣 連喪屍音響歌都打不動的破槍 好在UFO馬桶人前不來協助 爭取到時間讓無雙戰神逃離了 這是一個升級過的UFO馬桶人 表現得非常的搶眼 但是他死的也很快 好像還成為了喪屍音響歌的一個口糧 假如喪屍音響歌可以通過進食 然後持續升級的話 可能他就會變成喪屍宇宙裡面的 最大的一個BOSS 我們就看到了最令人驚訝的一個解讀色 居然出現了一一小天使 這比後面出現鑽頭人還令人驚訝 不過孟姆叔叔覺得一一小天使出現的 這個臉子非常合理的 沒有他的加持的話 感染監控人的代碼程序 怎麼可能感染到馬桶人呢 對不對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這樣認為的 由於加入了XXP的設定 我認為喪屍宇宙會變得更加的火爆 不過這還是得看MonsterUp的故事能量 說不定他真的能夠成為 第二個時鐘宇宙火爆出圈 但是被影書又好怕 因為加入了XXP被舉報 被封禁 這個很難受的 在第五集的結尾 無雙戰神又接到了警告了 監控人基地現在正在遭受攻擊 需要X18來救助 也不知道這把破槍能夠有什麼用處 讓我們就拭目以待吧